今年五月新加坡顺利完成政府的交接 中方对此表示祝贺 我们也相信新加坡将保持繁荣发展的势头 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好朋友 长期关心和支持 重心合作 苏州公园办了三十年 贪值一回间 这也是树立了两国合作的一个样板 也是新加坡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见证 我非常愿意在中国回到新加坡 和召唤上领导 我昨天在苏州公园 祝贺三十年代的苏州公园 我愿意看到苏州公园活动 我也非常愿意在苏州公园 并且在苏州公园的变化 在中国的经济变化和变化